今天的《三篇讀经》 我尝试去找一个共同的主题 不容易找到 最后我就选了《事明》做主题 因为我看到《三篇讀经》 都有和《事明》有关 第一篇我们听到天主如何派遣 给以色列人一个《事明》 第二篇我们听到《保禄宗徒》 他得到一个全福音的《事明》 在福音里耶稣给这十二个宗徒 一个《事明》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主题 和大家反省这三篇《读经》 第一篇《读经》来自《出谷记》 这篇的背景就是 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 梅塞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西乃以抗野 就未上山 未接受十戒 未定立盟约的 这个是之前 天主在这个时候 跟梅塞讲话 告诉他们 他们这帮以色列的子民 是天主特殊的产业 特殊的产业 这个天主恩赐他们 给他们一个使命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做 撕制的国家 圣洁的国民 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使命 撕制的国家 不要忘记当时这帮以色列人 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国家 土地都没有 因为还在抗野里面 什么都没有 但是 天主就说 你们应该是一个撕制的国家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 这帮人里面有些人做撕制 那当然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 总会有些人做撕制的职务 就是天人之间一个中介人 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些 这也不是 而是说 撕制的国家 你们个个都是 不单止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做撕制 而是个个都要做撕制 这就很不同 就是说 天主给以色列 还未和他们定立盟约 就让他们知道 你们有一个崇高的使命 你们这帮人 要让人们认识到 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这个是不容易 不要忘记 你们世界上还未有一个 信唯一天主的民族 以色列人是第一个 所以 现在天主给他一个这样的任务 你们是撕制 撕制就是天人之间的中介人 你这帮中介人 要带领人 认识到天主是唯一的 当时各个地方都有信神的习俗 但是个个都信多神 但是以色列是一个特殊的使命 你们要使人相信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这个是 当我回顾这个救恩史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以色列人 的确有些地方值得他们自豪 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人 信唯一的天主 我们要承认 我们基督徒 因为不要忘记 早期的基督徒 全部都是以色列人 由他们那里 我们知道天主是唯一 所以值得他们自豪 之后还有回教徒 回教徒也拿着《旧约圣经》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宗教 但是一切都是以色列人是开始的 值得他们自豪 这个就是天主给他的使命 你们要使人相信 你们个个都是施制 你要使人相信 天主是唯一的 凭什么野西道人 天主是唯一的 他接着还有一件事给他们 你们要是圣洁的国民 藉着你们圣洁的生活 你带领人认识唯一的天主 因为天主是圣的 这个是了不得的 以色列人的确 他们有所谓圣洁的法律 旧约里面很多法律 称作圣洁的法律 虔诚的以色列人 是遵守这些圣洁的法律 藉着遵守圣洁的法律 人在以色列人身上 看到一些东西很特别的 因为这班人是圣洁 圣洁是吸引人的 这些有得行 圣洁是一个得行 所以看到一些圣洁的人 从他身上觉得他们有一些价值 是吸引你 吸引你走向他们 其实以色列人就是藉着这些东西 正是圣洁的生活 使很多人认识到唯一的天主 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外邦人 时事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就是因为被以色列人这个宗教信仰吸引着 他们去圣殿 是受以色列人多次圣经里面 旧约也好 甚至去到新约中途的时代 我们都听到外邦人去到圣殿 我们要承认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 天主给他们做施制的国家 圣洁的国民 第二篇《读经》 《罗马人书》 如果说旧约 以色列人帮助人 认识天主是唯一的 天主是圣的 那么新约的基督徒 就让人认识到天主是慈爱的天主 天主是慈悲的 藉主耶稣基督今天很清楚说 因为我们说天主这么爱这个世界 是刺下自己的独生子 使人不至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今天保禄在《罗马书》就是这样说 当我们运弃罪人的时候 天主就爱了我们 我们还未苦以改 天主就爱了我们 派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 所以保禄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 从基督身上拿到一个使命 就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人知道天主这么爱你 所以保禄曾经一句明言 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禍了 为什么呢? 不是有些禍患降在他身上 而是说我作为中途 有这个中途的身份 我必须要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什么时候我不传福音 不履行这个使命 我不是中途了 我失去了中途的身份 所以为保禄来说 他说了这句明言 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模范 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不是基督徒 第三篇读经《马逗的福音》 今天耶稣选了十二个中途 派他们出去宣讲 《马逗的福音》记载耶稣有两次派遣 一次是復活前 一次是復活后 復活前就是今天这次 他派十二个中途出去 对他们说 给他们一个任务 以及给一条全福音的路线 你们先去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 的确 我们要承认 以色列人十二个中途一去 先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这个是路线图 最早先向天主子民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復活后就不同了 復活后 派遣盘徒出去 就是你们往昏天下万民 去到世界各地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为他们付试 所以前后有些不同 今天让我们听第一个派遣 派遣他们出去说 天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信从福音 然后用什么跟随 耶稣赋予他们一些权并 使他们能够治病 好像耶稣一样 能够驱魔 好像耶稣一样 耶稣赐给这些中途 他们的能力 使他们更容易 使他们所传的福音 令到人们顺服 所以今天耶稣派遣他们 和提醒他们 白白得来的白白去分屍 恩寵是天主白白给你的 所以你把这份恩寵 白白地分屍出去 和别人分享 这个是耶稣今天派遣门徒 好,我们反省这个主题 事命 我就发现 一个人的身份 和事命 事事摆在一起 你有某一个身份 你就有某一种事命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这个是你的身份 你的事命 天主给你的 你做得医生 当然叫你治好病人 这个是你的事命 如果你是一个警察 这个是你的身份 你就要维持治安 如果你是一个军人 你是保卫你的国家 或者再简单些 你是父亲 那你记得 你有教养子女的责任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要培育你的学生 所以身份 跟着就一定有一个事命 如果你不履行 你这个事命的时候 你的身份 就有些欠缺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一句这样的说话 养不教 就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度 老师难度 如果教得不好 所以 每个人有这样的身份 就要有这样的事命 所以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 当时的以色列人 认识到自己 作为天主选民这个身份 就是一个使命 让人们认识天主是唯一的 天主是圣的 作为基督徒 这个是身份 我们也有一个使命 藉着我们的行为 使到人认识耶稣基督 总之 有一个身份 你就有一个使命 为普通的平信徒 你不是神父 神父或者是一个公务的师制 我们这个身份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作为平信徒 你们都有的 你们都有我们叫做普通的师制绩 你们都好像一个师制一样 能够做天人之间的中介人 藉着你的行为 人能够认识天主 想起天主 至少 问一下自己 有什么 我会使得人想起天主 每个人都想想 我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得到的 我最喜欢看球 看球 你会看到什么呢 球员一出场 有些人画十字圣号 很简单的一个 在众目攀攀那么多镜头 这些人画十字表示什么 这个人是一个信基督的人 是这么简单的 他用一个简单的行为 让人知道 这个球员是信基督的 或者说 入了球之后 作为基督徒 我们会吃饭之前 饭前祈祷 天主教徒画一个十字 基督教的低头祈祷 都是一个表示 表示在人面前 表示在人面前 我是信教的人 让人藉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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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写着什么呢 Jesus 几个英文字 我就说 这件T-shirt 挺漂亮的 他接着又说 是淘宝的 连淘宝都懂得 放一些东西 让你穿在身上 就已经显示出你是一个信基督的人 如果你不信基督 你很少买一件这样的山 对吧 小小的东西 在我们生活上 就能够显示出 我是信基督的 希望藉着我 小小的行为 让人想起天主 这个就是在做一个中介的工作 我们个个都有能力做得到 不妨自己想想 或者说其他的 小小的善行 年轻人 在公车上面 看到一个老人家来 起身让位 小小的善行 一些窩心的善行 就让人想起爱 这个世界 仍然有爱心的人存在 有人推着BB车 上一级很难 你帮一帮他 托一托BB车 很少而已 小小的善行 就会让人觉得 这个世界 原来有这么多好心的人在 总之 每一个人 你有基督徒这个身份 你们就有一个使命 你要让人 借着你的行为 上起天主 都要让我们 以自己的方式 时时记得 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要让人 借着我的行为 认识到天主 恩父及子及圣神 知名 有点 就会让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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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